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人生多变幻,我们读真言 透过虔诚的读神的话语 并在实际的生活中顺服及遵行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就必会格外的施恩怜悯我们 他会叫我们这些 信靠他读生儿子主耶稣基督的人 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读完了真言28章的前一半 一节到十四节 今天我们来读他的后一半 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七节 经文这样说 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 行事弯曲的历时跌倒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宝石 追随须服的足受穷乏 诚实人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 洲际贫穷的不至缺乏 阳违不见的必多受咒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着我们就从十五节开始读起 今天的十五节、十六节 可以放在一起来读 经文主要所讲的就是在形容 人世间君王的暴虐 经文说 暴虐的君王挟制平民 好像吼叫的狮子 密石的熊 无知的君多行暴虐 以贪财为可恨的 比年日久长 第十五节形容 暴虐的君王在管辖穷苦的百姓的时候 乃是毫无怜悯的 他们就如同吼叫的狮子 也如同密石的熊 那般凶狠 接着十六节的前一半 就指出君王多行暴虐的原因 乃是出于无知 因为一个有智慧 有聪明的人 一定敬畏耶和华神 那他就自然的 会有从神那里来的 又怜悯 又良善的心肠 去对待国中的人民 尤其会善待国中那 孤儿寡妇寄居的和贫苦的人 在人类历史上 暴虐的君王数不胜数 他们最终都难得有好的下场 所以有人就说 那不好的君王 简直就像法老和撒旦一样邪恶 人在他们的权下 不会得享平安 得享喜乐 而是被邪恶极权所奴役 人在最终为奴的光景 也是如此 但十六节的后一半 以正面来肯定了 有一种人 他们应该也是君王和统治者 他们是以贪财为可恨的 那么这样人的国位 就必年长日久 所谓以贪财为可恨的 就是指 有的和神心意的君王 心中正直又良善 他们恨恶一切不义之财 同时也禁止人们 去追求不义之财 这样的好君王 神就将长寿赐给他们为福分 其中也包括 年长日久的统治 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 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记载了摩西的岳父 叶特罗给摩西出了良好的建议 让他在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 就是敬畏神 诚实无望 恨不义之财的人 派他们做千夫掌 百夫掌 五十夫掌 十夫掌 管理百姓 这样就可以分担摩西身上的担子 大家特别注意那里的第二十一节 神是喜悦 这样的人在百姓当中有权柄 他们也能够协助摩西判案 随时审判百姓 大家留意 他们要符合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 便是能恨不义之财 一个能恨不义之财的人 才能真正从神那里得权柄 否则就过不了惯 第十七节说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 必往坑里奔跑 谁也不可拦阻他 大家可以参考 像创世纪九章五节六节 经文说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受是人 我必追讨他的罪 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这样的话 出于摩西五经 乃是神吩咐挪亚的 他的基本精神就是 凡故意杀人的 无论是受 无论是人 都要被治死 谁也不可拦阻 那背负流人血之罪的 是指 对背负流人血之罪的人 不可以包庇和帮助他 因为等待这人的就是坑 坑就是指阴间和灭亡 所以这些圣经告诉人 杀人害命的罪 在神的眼中被看得极重 本节经文也与新约 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一致 主耶稣说 凡动刀的 必死在刀下 大家可以看 马太福音26章52节 18节说 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 形势弯曲的历时跌倒 本节经文再一次肯定了那行动正直的人 在神眼中的宝贵地位 神爱这样的人 所以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就必蒙神的拯救 但相反 那形势弯曲的就会立时跌倒 跌倒指着失败 也指着他们自私的计划和邪恶的轨迹不能得逞 就像诗篇125篇第五节说的 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 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 这样的人行路 必会掉在网中 陷在坑里 任何人都无法救他们起来 19节和20节可以放在一起读 经文说 耕种自己田地的 必得宝石 追随虚浮的 足受穷乏 诚实人 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不免受罚 19节的经文 与前面12章11节的话 基本一致 那里的经文说 耕种自己田地的 必得宝石 追随虚浮的 却是无知 无知与受穷乏是一样的 这都是由于人 没有真智慧和真聪明 我们要再一次 鼓励所有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们 一定要在一生的光景中 看中神所给我们的土地 这土地可能是我们的青春 时间 健康 知识 能力 家庭 事业 等等 我们若是专注的 来耕种自己田地 我们伟大的神 就会让我们得宝美食 但相反 一个人不敬畏神 不专注在神所给我们的土地上 他们整天三心二意 无所四事 一直在想着天边虚幻的事 最终 那贫穷的结果就会来到 因为人若追随虚浮 就必足受穷乏 我自己亲眼看到不少的人 他们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也曾有过美好的梦想 但就是因为不专注 不愿意辛劳和吃苦 他们拒绝耕种自己的田地 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都用在很多无谓的事上 他们还说自己在忙着正经的事 但其实这样的人 正在追随虚浮的事 其实我也看到有些牧师传道人 不好好牧会 整天去忙碌一些 他们认为是国度 祸狠属灵的事 但最终会落得在属灵的方面 还有生命果子的方面 越来越穷乏的地步 其实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人 要知道 神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除了我们的家庭 事业 人际关系 另外最为主要的 就是我们的教会 所以我们鼓励 做传道人的人 一定要好好牧养自己的教会 在前一章 二十七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所罗门已经讲过了 一个牧者 如果详细的知道自己羊群的光景 留心料理自己的牛群 那最终会有怎样的美好的利益 和属灵的福分 这都是神给那忠心又有见识 又能勤劳耕种的牧人和农夫的 二十节的前一半 其实是在讲 人在得宝美食的过程中 必须要秉持的品格 就是要做诚实的人 因为诚实人 必从主多得福分 但与做诚实人相反 这世界上的人 很多都是要急速发财 一个要想快速赚得和积累财富的人 通常就会使用 极不光明 不诚实的手法 去愚人交易 做买卖 这也就是人和人在贸易当中 所出现的奸诈的行为 但问题是 那心理不诚实 奸诈的商贩 最后一定会面对不好的结局 也就是经文所说的 受罚的结果 所以读到二十节 就让我们学习做诚实的人 无论我们是正常的工作 牧养教会 也包括经商做买卖 手上有生意 就都让我们学习做诚实人 因为诚实人必多得福 那以不诚实诈骗的手法去取利的 到末了都会难免受罚 因为那急速得来的财力 终究都不会成为人们的福气 大家可以看前面 真言十三章十一节 还有二十章的二十一节 总之 读着两期经文 让我们都来向神 有着仰望的心 我们要确信 我们一生各样的福分 都是来自于神 这其中就包括 我们若勤劳的做工 耕种自己的田地 神便会让我们吃劳碌所得的饭 而且会享受蒙神赐福的家庭的快乐 大家可以看诗篇一把二十八篇的第二节 有这样仰望和敬畏神的心的人 神会让他们在平淡的生活中 有敬虔的智慧 所以这样的人不受穷罚 也不会遭受惩罚 愿你和我都能牢记这一点 接着二十一节说 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 人因一块饼王法也为不好 本节又提到了司法公正的问题 那有审判权柄的人 若因着看人的情面而决定判案的结果 这便是寻思情 这就公然的违背了公平公义的原则 所以本节圣经劝人不要寻思情 我们伟大的神是公义的 他不会以无罪为有罪 也不会以有罪为无罪 那有恶行的人都逃脱不了神公义的审判 因为审判的权柄是属耶和华 大家可以看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七节 本节的后半节特别提醒人 有的时候那手中有审判权柄的人 就是因为别人给了自己一块饼作为贿赂 结果就寻思王法 这样非常不值得 这是不好的 而且是得罪神的 当然我们要说 若所收的贿赂价值极高 也同样不值得 凡是神所不喜悦的 那王法的行为通通都为不当 人在此要牢记神公义的属性 不要去做神眼中 看为可证悟的事